美国两大疫苗研发企业莫德纳及瑞辉制药 4号发布临床实验新进展 均显示参与实验者年龄及种族缺乏多样性 导致实验进程缓慢 另外专家警告称 无论哪种疫苗率先问世 都将面临供应短缺的局面 而觉得大多数的美国人 很难在明年上半年接种疫苗 更多的新闻内容 请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欢迎回来 副总统彭斯周五表示 政府和国会同意通过一项法案 以避免政府停摆 但新的法案不会将资金 与下一轮的新困纾困法案捆绑在一起 彭斯表示通过这项持续性决议 会暂时将联邦开支设定在当前水平 从而维持政府运转 民主共和两党自上月 就新一轮新冠纾困法案谈判破裂以来 几乎未取得任何进展 对此彭斯表示 在投入多少资金刺激经济的问题上 僵局可能会持续下去 民主党人敦促特朗普政府将纾困法案的金额 从大约1.3万亿美元提高至至少2.2万亿美元 其中向资金紧张的州和地方政府提供超过9000亿美元的新援助 而特朗普政府仅同意提供1500亿美元 不过彭斯一再强调作为第五轮新困纾困计划的一部分 应该再向民众发放新一轮的纾困金 第一夫人梅兰尼亚的前密友及前顾问沃尔科夫 近日接受ABC电视台专访时披露 梅兰尼亚曾经使用私人电邮 以及其他通信的应用程式处理白宫的事物 惹来外界质疑特朗普政府有双重标准 报导指当中涉及的内容包括政府招聘 特朗普夫妇访问日本和以色列的详细日程安排 以及总统就职典礼的财务资料等 取了解由于第一夫人并非联邦雇员 因此不受总统记录法案约束 不过有专家就认为梅兰尼亚处理白宫事务时 理应使用官方的电邮账户 特朗普阵营在2016年大选期间 曾经猛烈批评对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 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伺服器 处理公务热来外界质疑 劳工部周五公布就业报告 上个月的非农业职位增加137.1万个 贴近预期的140万个 失业率则大幅下降到8.4% 远好过预期的贴近10% 劳动人口参与率以及工资增长也进一步改善 参与率上升0.3%到61.7% 平均时薪则按月上升0.4% 好过预期的持平 按年增幅也有4.7% 不过新增职位不少是来自于停薪放假 或暂时解雇的人重返工作岗位 以及政府的人人口普查工作聘用的工人 相比起2月份疫情爆发前 劳工市场的职位仍然少了超过 1100万个工作岗位 有分析师担心 劳工市场走上缓慢改善的道路 配合卫生环境恶劣 以及缺乏政府的财政援助 有可能会危及未来几个月的消费者开支复苏 一间全球在就业服务机构的最新报告显示 美国公司8月总裁员超过11.5万人 尽管较上月下降了56% 但今年1至8月的美国裁员人数总和 已经达到创纪录的196.3万人 此前的年度最高纪录是2001年 全年的195.7万人 雇主将8月裁员归咎于市场状况不佳 需求疲软和成本削减的问题 早前政府对工人和雇主的援助 使经济活动大幅反弹 但这些援助近几周到期 导致经济复苏陷入停滞 其中运输业裁员数量最多 受到疫情导致旅行受限 以及政府干预不明朗的因素 航空公司开始加大力度调整人员配置 越来越多最初只是临时裁员 或强制休假的岗位 现在被永久性的撤裁 休息一下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哈里斯 4号在记者会上表示 世卫不认为明年年终之前 能进行广泛的新冠疫苗接种 并强调应慎重检查疫苗的安全性 与有效性 哈里斯说在高级临床试验中 迄今为止没有候选疫苗的效力 达到世卫要求的50% 俄罗斯在不到两个月的人体实验后 于8月批准了一款新冠疫苗 引发专家质疑及安全性和有效性 美国公共卫生官员和瑞辉制药公司 也在3号表示 一款疫苗最快能在10月下旬分发 针对疾控中心日前表示 有机会最快在10月底准备好疫苗 要求州政府开始就发放疫苗做准备 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 夫妻表示10月是一个可能的时间点 但他个人认为机会不大 至于早前有民调称有4成的受访者表明 即使有疫苗都不打算接种 夫妻就表示如果证实疫苗安全有效 他会毫不犹豫地立刻接种 也会建议家人也接种 美国新冠确诊病例持续上升 过去两天每天都增加超过4万例 下周一为劳动节 民众迎来长周末假期 夫妻表明不希望在见到假期后确诊病例急增的情况 呼吁民众要做好防疫工作保持社交距离 由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和评估研究所 创建的疫情预测模型 周五进行了数据更新 预测显示根据目前的状况 到明年年初将累计有超过41万的美国人死于新冠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 美国目前有超过618万例确诊病例 亦18.7万例死亡病例 该模型还显示 如果通过采取全民戴口罩的防疫措施 其中多达13万的死亡病例是可以避免的 但若放松限制 该模型警告称 死亡人数届时可能会超过62万 另据疾控中心发布的最新预测显示 预计到9月26号 美国将有21.1万人死于新冠 另外该机构的主任莫里对群体免疫提出警告 认为这是政府寻求加快经济重新开放 所寻求的一种方式 并会导致全球数百万人死亡 纽约州州长库默宣布 纽约市将于9月9号开始 允许拥有高质量空气过滤系统的购物中心 以50%的客容量重新开放 而纽约州全州的赌场 可以从当天起以25%的客容量开始运营 不过库默表示 暂时人没有重开纽约市内用餐的计划 库默称过去24小时内 纽约州共检测9万3千多人 阳性率低于1% 但他警告纽约州布法罗地区疫情有上升的趋势 阳性率上升至1.9% 库默表示在企业复工 体育馆博物馆以及学校重开可以安全进行后 才会考虑室内用餐 而同样遭到重创的纽约酒店业 面临2.5万间客房永久停业 实际上在今年3月疫情导致预定量暴跌时 曼哈顿酒店市场已经面临成本上升及客房过剩的压力 疫情是压垮酒店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南加州将在本周末迎来新一波的高温天气 并可能带来一系列创纪录的高温 国家气象局预计 本周末热浪将席卷圣盖博和圣塔莫尼卡山脉 圣菲尔南多 圣克拉里塔 圣盖博谷和羚羊谷 一些地区的高温将比正常的温度高50华氏度 内陆地区将出现超过120华氏度的超高温 对此 国家气象局发布高温警报 从9月4日早上10点起至7日晚上8点之间生效 高温将增加停电和野火的威胁 加州电力调度中心对此发布了全州范围的预警 呼吁民众从周六至周一 每天下午的3点至晚上9点节约用电 如将空调设置为78度以上 避免在高峰时段使用大型电器 以及拉上窗帘避免阳光直晒等等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收看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更多的每周资讯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凤凰每周进行订阅 我是小诗 感谢收看 祝你周末愉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rikt接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